今天在中南海还中南城开的二十大 但凡有一点脑子的人 你都应该知道 二十大越成功 你家人越惨 二十大开的越成功 你死的越快 二十大越成功 你将被全世界重新核轰炸和武器战争的机会越大 二十大越叫你舒服 就会让你未来当奴隶的可能性越大 再跟你说中国出来什么孙力军傅真华 就是我再恨傅真华 我再害孙力军 我再恨这帮孙子 这个刘延平 我也不希望你共产党 你把他家人之后给他抓了 孙力军傅真华再坏 是你那个体制 是你党造成 他家人比如傅真华的判决书 说傅真华的弟弟傅永华犯罪 傅真华不管 放你姥姥的屁 共产党 你们家的人 当了你习近平家人也好 当了你胡春华家人也好 当你任何李克强家人也好 他有选择吗 他没选择 你当官 他不见得享受你的所有权利的感觉 但是他可能受害 你那些关系 他能脱离得掉吗 所以共产党这个灭九族 这种你像傅真华家人 孙力军家人 他犯罪是他的事 你别把他家人牵着进去 而且对他家人比他还狠 这就是共产党这个体制 他体制外老百姓他不会赢 体制内共产党他也不会赢 这次这个二十大 明确的要重严治党 重严治党将是共产党未来的 说什么 永远战胜敌人的法宝 共产党要战胜自己 先战胜自己 那重严治党 对共产党严格要求禁止做生意 然后还要提共产党员的财产公开 财产公示 这回都有这事 就七哥说的 财产公示 还要禁止喝酒 然后在党内要实行党内民主 鼓励互相揭发 再次的要掀起党内的一场运动 叫青党 连结的党 强大的党 战务不胜的党 就这回 你这些东西的体制 是一个流氓的 不科学的 不可延续的体制 是你战胜不了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